不要為了說一個謊 又繼續說十個甚至上百個謊 民進黨政府當時的回應是 這件事情民進黨政府會做好 所以民間不用做 這不是阻擋 什麼是阻擋 區委員現在一推二五六 還敢說他做夢 用他太太做夢 來回應立法委員包含國民黨團的質疑 這太囂張了 謝委員還出來說密話 但是他確認 他說我有要求他去見工商協議會 但是我們講了 他沒有給時間他確認 他說沒有來約時間 他就是一睜眼說下話 他沒有給時間 他沒有給出時間 所以怎麼可能去見他們 所以 薛次長 當時的薛次長 現在的薛部長 升任部長之後 就夢話連篇 雙一歲叫不行 剛上任的部長 就在說夢話 那我們合理的推測是他不給時間之後 就跟陳時中報告 陳時中就轉向行政院報告 所以他有後續 沈榮經 副院長打電話給工商協議會 李博豐理事長後續 那昨天 陳時中 陳時中 前部長也出來嚴正否認 說疫苗是防疫重要戰略武器 政府絕不會阻擋 真的 他講 絕對不會阻擋 我們看看 有沒有阻擋 這個是 李前副總統講的 不只是 實際被阻擋 他還講 他想捐三百 三千萬劑的BNT 也被擋 他當時約陳時中 陳時中 以徒不悔 我要告訴陳時中 李秀蓮是你們民進黨的前輩 是你們的大佬 連他 要跟你約時間見面 你都以徒不悔 李秀蓮也講你擋了 他想捐 三千萬劑的BNT 這總是事實吧 陳時中你還敢嚴正的否認 好 另外我們來看看 昨天 陳榮金 也出來 回應了 陳榮金講 去年疫情爆發之際 產業界 企業界 表示要買疫苗 當時並未阻擋 他說他沒有阻擋 因為政府會擔保 你也不是你想買就買得到 他沒有阻擋 但是講的是推卸之詞 那我們問問蔡政府 民間要捐疫苗 民眾也需要疫苗 你連積極協助都不願意 但是他說他沒有黨民間捐贈疫苗 好接著我們來看看 有關工商協經會的理事長林伯峰 昨天也接受採訪 他說這個事情是政府應該做的 政府會安排購買 不需要民間來捐贈 再講一次 陳榮金跟他講 這個事情 他說這個事情是政府應該做的 政府會安排購買 不需要民間捐贈 這樣說法 不是黨民間捐贈疫苗 假設這不是主黨民間捐贈疫苗 什麼才是主黨民間捐贈疫苗 不要為了說一個謊 又繼續說十個 甚至於上百個謊 我們想請問昨天 我們拿出相關的公文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說 蘇貞昌院長折成王美花陳中彥 建立服務民間買疫苗的窗口 王美花負責企業界 陳中彥負責民間相關的團體 那我們想請問 除了真正見到蔡英文總統的 鴻海郭台銘董事長 實際以及台積電以外 請問王美花部長陳中彥市長 你們到底服務了任何人嗎 做了哪些服務呢 還是你們也跟沈榮金副院長一樣 去提醒這些企業界 不要來找麻煩 我們想請問 大家都知道 昨天我們洋洋灑灑 包含工商協進會 以及全國工業總會 這只是其中之二 大家在當時都願意出錢出力 如同剛剛鄭民中總召所言 民進黨政府當時的回應是 這件事情民進黨政府會做好 所以民間不用做 這不是阻擋 什麼是阻擋 難道在台灣我們2300萬人 全民最缺疫苗的時候 只有見到蔡英文總統的這三個單位 才能夠捐贈 其他沒有見到衛福部當時的次長 沒有見到當時的部長 都沒有機會 見不到 所以我們再次的提醒 包含呂秀蓮前副總統 他要買疫苗來捐贈 陳時中都說不必見 昨天我們鄭民中總召出示了相關的LINE 顯示什麼 是工商協進會 要來面見衛福部的治長薛瑞元 但是薛瑞元現在一推256 還敢說他做夢 用他太太做夢 來回應立法委員 包含國民黨團的質疑 是不是太囂張了 大家看一下 這是昨天呂秀蓮副總統也說 他要捐的是三千萬劑的BNT 不是所謂中國大陸的科興或國藥 他受到什麼樣的待遇 前副總統 所以我們再次的要求 民進黨政府 還是包含薛瑞元部長 你必須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到底 當時你們內部的決策 是不是就是 不希望民間來採購疫苗 而由民進黨政府一手包 我想全民都在看 到底是誰擋疫苗 到底是誰不希望民間捐贈疫苗 我想剛剛我們正民中總召說得非常的清楚 而這一件事情 必須給全民一個交代 謝謝 好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快點購 掃一下